掌声欢迎 我是个很乐观的人 很想会不开心 虽然有几次不愉快的感情经历 但是也不会阻碍到我寻找爱情的脚步 我希望我的笑容能 打动那个我喜欢的她 邀请家庭 爱情就像一辈子 我会处一阵子 但不会苦一阵子 我是马凯宁来自香港 我可以无可见地认认你 但是你不可以什么都放在心里 不跟我说 我可以每天为你做不同的美食 但是你不可以在我饿的时候 不陪我去吃东西 打开面具之后来表演才艺 好不好 好 二 一 跟那我们一面好漂亮 我学学不是担心的太远 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 豐富的过每一天 快乐的看每一天 第一次遇见一天 传出你这边 有什么不是好想了解 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 你的心有一道长 当我发现一扇窗 偶尔偷出一丝暖暖的微光 你的心有一道长 我发现了海鲜饭在身方 打开窗你会看到 悲伤融化 六号跟九号 怎么办 因为我等一下有一些很好玩的游戏 那什么游戏呢 这个游戏叫做 作比你大声 他们又顺序的跟旁边的那位说 他的缺点 然后还要一个比一个的大声 你随便点出鼓励 四号 各位员 你为什么这么帅 接下来 九号吧 九号 这头起的太高了 你可以尽你的全力 你到底要骂谁呀 哎呀 十号 你为什么跳舞这么好 给我个顶 好热哦 你真是 九号你好 来来来 十号的缺点倒不一定是缺点 但是九号的缺点是左右不分 我很好奇 十一号这么温和的性格 他大声说是什么 这暖男是吧 来十一号 十二号 为什么 你粉丝那么多 声音倒不一定大 但是有美声的感觉 我觉得罗伯 我很想看宋宋喊另外一句话 什么话 你喊 我要哆啦A梦 好 什么 有有有有 男子乞丐就看这一把了 对吗 我要你 我跟你们说 你只有十二号的揍得出来 你们想象得出来 这句话如果是八号或者是六号来说 五号来说说看是什么样子吗 因为我们想不出来 所以我们想看一下 对啊 我也是这么想 不拉一动 我们要你 八号 哈 哈 赵爷 对 多云梦 我要你 对谁出来看电视的 应该觉得我们蛮无聊的 凯云有从中间看到了 惊动男生了吗 在这个无聊的比拼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仔细观察 谁比较是你符合的 惊动男生 有真的对 好那就把它选出来吧 来上这两步 看仔细哦 嗯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女嘉宾 爱笑的女生 总是漂亮的 我是马凯宁 喜欢笑 有一个大大的酒窝 喜欢跑步 迎着阳光 未奉拂面 用满满的正能量迎接新的一天 这样的时候我会笑 学习很用功 虽然常常会翻滚 不过 静止 收拾顺利 完成今天该做完的事情会很开心 这样的时刻 我会笑 是个适合 好吃的美食总不会放过 住在街上 吃着冰淇淋 看人来人来 这样的时刻 我会笑 跟着节奏 天天起舞 这一直是我 最喜欢做的摄天 现实的很多年 这样的时刻 我会笑 无意让我不开心的是 我一个人在跳舞 没有武当 因为你不在 我写了一首歌 想要子唱给你 可是你不在 我很想念你 未来的你 在哪里 文哲请请了解一下你的 好 A 是在校学生 也是舞蹈老师 不开心的事情 从来不会超过24小时 特别喜欢做饭 B 你说谁 比较漂亮 A 11号 我觉得女嘉宾很漂亮 谢谢 你的腿怎么了 是跳舞摔伤了吗 之前不小心弄伤了 然后她发炎了 然后要做了一个手术 你 特别喜欢做饭吗 对 我也是 我做了好多年了 这是每天都做了吗 就做了三四年了 三十年 你是觉得她有三十岁吧 差不多三十吧 差不多三十 那你觉得六号有多大 二十七二十八了 二十七二十八 那 八号 也是二十七二十八 所以在你眼中十一号看起来比八号跟六号都要老 她比较成熟的样子 你喜欢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 我喜欢成熟的乐光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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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跳支舞吗 要不你跟我一起跳吧 我说我先叫你们两个爸派 两个爸派 对 行吗 可以学都会吗 会 好 准备了 OK 准备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然后第二个爸派 就是 就是二二三四的腿 好 那你做五六七八 就留腰吧 学会了吗 我觉得第二个爸派 宋宋 跳得比较好 那不你也出来一起跳吧 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谢谢三位 好 那现在了解一下你的情感部分 好 最后分手的原因是 她觉得我太乖 容易被笑容好看的男生吸引 觉得男生不能太瘦 希望未来的她细心 懂得照顾人 七号 你觉得笑容好看的男生 男孩露八颗牙齿可以吗 可以啊 那会打篮球可以吗 可以啊 欢迎参考那个边边的数 又是十一号 暖神今天也太积极了吧 对啊 好 我就是 我觉得女生乖 男生应该很喜欢女生乖啊 为什么他觉得你很乖 他给你分手呢 可能我晚上半夜很小会出去玩 然后他就是经常 他很喜欢去夜店那些的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不适合吧 那这不是你的原因 是他自己的原因 他自己喜欢泡夜店不成熟 十一号 你今天不太正常 而且十一号 你还让不让别人讲话了 对 我想 如果问他自己的问题 想他能够自己带我 最后的原因是他觉得你太乖 也就是当时你原谅了他的背叛了 是吧 对啊 我原谅了他 为什么能原谅呢 因为大多数女人都不能原谅啊 我原谅他 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再做这些伤害我的事吧 然后当时我说是还是很爱他 所以不捨得离开他 非常漂亮 而且条件这么好 又这么亮眼的一个女生 会接连招逢这样的不幸 十一号你有什么看法 我已经不能忍了 我还是蛮喜欢乖巧的女生的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 太任性啊 太喜欢出去玩的 我喜欢比较乖 比较宅 是不是 如果女生对那个男朋友 就是无限的信任啊 从来都不会怀疑他 是不是 我是会对那个女孩子撒谎啊 我觉得 如果那个男孩子 真的真的很喜欢你的话 他肯定不会撒谎啊 对 好的 谢谢 你好 你觉得男生对能太瘦 那你觉得我会很瘦吗 你站起来给我看一看了吗 你应该担心他会不会觉得你太胖吧 不会太瘦啊 刚刚好 对 对 这种应该是刚刚好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看二号怎么样 好 自来非常完美 还没有展示过 也是刚刚好啊 可是你突然站起来以后 我在这个角度看 发现你很像某位韩国斯密的 人 是吧 对啊 跟我想的一样 后背像我们非常完美 另外曾经来过的一位男嘉宾 周凯 那接下来斯密问答 他站在我后面的时候那一刻真的好开心 请问一下你谈过多少次恋爱 三次 最深刻的都是因为什么原因来所以分手 因为异地 住在一个国家 如果你喜欢的女生 她哭了 你会怎样做 我会多太开心啊 做鬼脸 跟她讲笑话 那么你对着喜欢的女孩 也是比较害羞 还是 真心喜欢的 我会告诉她 好的 谢谢 这可能是史上最长的一次 斯密问答 男生们首先做出你们的决定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请选择 这似乎一点都不出乎意料 看到她我就觉得 她就不会去把那种 就觉得 很开心啊 因为我选的也是她 这位男子 今天不正常很久 来就请选啊 公园 你好 你好 我其实是一个 不是很善于表达的一个人 你经常去旅行吗 我喜欢去旅行 你去过西班牙吗 我说知道 但是我还没有去过 我想 我能邀请你 跟我一起去那边生活吗 我的行 motto 我的命中 我以前是她 我之前有准备啊 我有准备一首诗诗语上 诗诗诗诗诗 连给我最亲爱的女嘉宾 你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但不知道何时我才能遇见你 梦醒了 这个人就是你 我爱你 是你 你是我 我爱你 他这个发作真心的吧 最能感觉到 当我遇见的那个人 真正他出现的时候 我念给他听 那一刻真好感觉 那你现在可不可以放 三个鬼女给我看 好 加油 每天每夜期待有我 很重要的是 所以 你会接受我吗 你就是我的方向 我不会 快点 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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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觉得你 你看完全没有回应 直接就答应了对吧 那是因为有原因的对不对 因为之前你的选择是 41号 所以 我想说亲爱的女生 她应该会给你很多的温暖 在无形当中的 会保护你 我们曾经在一起都约定过 今天无论是谁从这里走的话 我们都要跟她干一杯 现在就以水来带酒 让我们来完成我们的这个仪式 人生的每一个相遇 跟每一个离别 都要好好的慎重的来持续 没错 超哥带一下 一二三来干杯 干杯 拜拜 祝福派人凯琳 今天终于在非常完美 收获了属于她的爱情 已收获了兄弟们 共饮一杯的友情 希望她和凯琳 能一举甜蜜的走下去 谢谢男生 也谢谢凯琳 我爱你 同时呢 恭喜两位可以获得由一位往新共的中国男朋友公司广州至伦敦的往返机票两张 再次恭喜两位 那我带你去法国的葡萄 我想花海 好不好 好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再想再多一个景色 这算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棒非常好 好了那接下来呢 我要讲识有请下一位女嘉宾了 讲识欢迎 我是果果 我是今天下午刚刚坐东京飞往北京的飞机赶过来录制 我的航班还因为一些原因延误了一个多小时 我喜欢的男生的类型就是性格开朗一点的 笑起来暖暖的 那万一今天牵手成功了要怎么办 马上要谈异地恋了 彼此都比较喜欢的话 距离真的都不是问题 另外我觉得我比较好奇的是 果果听说你跟父母的沟通是非常像朋友的 对 我们就是很像姐妹那种 都互相开玩笑 今天我希望我喜欢的那个她可以为我转身 有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果果 今天21岁 我现在在日本读大学 如果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有一百步 那么我会走出51步 但是我希望你会走出剩下的49步 因为我觉得爱情是相互的 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 我们就在一起 我希望就是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热情 全体男嘉宾能够帮我饭 跳过 不能够ช skat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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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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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